这个影片真的可以说价值是百万 因为是用到本金四十万的美金 耗赚了四千万的美金 这里就是全球金融市场十大技术分析大师 顾比的交易技巧 顾比倒数线 其实倒数线有两条 一条就称为了突破线 另一条就是盈利线 大家好,我是小金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 顾比是如何利用到三个价格和两条线 去判断到入场或者离场的时机 今天我们首先去看顾比倒数突破线 是如何进行到抄底入场的 突破线的确认有三个要点 第一,一支不创新低的基线 它被称为了移动点零 第二,重返到零毫基线往左边去数 数出三支基线 它要求就是一毫基线的最高价 要少于二毫基线的最高价 二毫基线的最高价 要少于三毫基线的最高价 在这里是一个趋势的临界点 一旦逐被突破 那便会有一个上升的趋势 因此这条线都被称为了顾比倒数突破线 突破临界点的这个趋势 就是我们的入场点了 另外,如果在股价未真正上穿突破线的时候 而股价又创了一次升低 而这一次的顾比倒数线 其实就没办法成立了 必须重新开始计算 我们再看看一个实际的应用 这里是今年六月份至九月份的中国联通 我们首先找到一个不创新的移动点零 也就是这支羊竹 判断出移动点零 其他就比较简单了 移动点零左边的这支最低点的基线 也就是一毫竹 然后二和三 这样也比较容易去找到 因为这里非常明显 这支阴竹的最高点明显高出一的最高点很多 要记住 倒数是往左边去数的 比较的是最高点 而阴阳没关系 然后你看到这支大阴竹 最高点都明显高于二号竹 因此它就是三号竹 而我们找到三号竹之后 就可以画出一个顾比倒破线 而三号竹的最高点为一个基准 画出一条水平线 并且延长 那这里就是一个趋势的临界点 同时也就是顾比的突破线 后续如果有期线的收市价 突破了这支期线 那就是一个买入点了 而这里的这支期线 都非常明显地突破了顾比的突破线 因此就成为了一个买入点 后续迎来了一系列的上升 另外要记住 提前行动是比较容易失误的 所以一定要等到收市价升穿了突破线 才可以算回到入场点 顾比倒数突破线有两大的优点 而其一就是证明了向上的趋势真实发生的一个手段 而其二就是它可以保证到投资者可以做到先人一步 开始行动 当我们明白了如何去数到1,2,3之后 扣完了上升也就不难了 说到这里 可能有个朋友就会问 那么零的意义又在哪里? 零作回到一个移动点 后面我说完了盈利线之后 再跟大家去作回一个总结 而另外做股票我们不能说买入就算数了 就觉得高枕无优了 而做股票一定是要有保障资金安全的重要性 相信技术而不是依靠运气 依靠模型而不是相信感觉 一旦发生问题 我们一定要做好指示 这里都是我们粉丝朋友经常去问到的问题 可以看到我们港股研究室的粉丝都是有风险意识的 以小米为例 根据左股比的突破线 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支K线是三号组 假如这里突破之后 我们买入了 随后股价回调 又遇到一些大裂口 可能在这里就被吓走了 所以止蚀位应该在哪里? 其实止蚀位就设定在三号K线的最低点 我们在这里先画出一条水平线过来 我们再看看 其实股价并没有跌穿到止蚀位的 应该继续持有 果然不出意外 股价洗盘后继续上升 当然了 如果股价跌穿了止蚀线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趋势反转失败的信号 我们要及时止蚀 保住本金 我们再去看看这个股票 股价在这里上穿了固比独特线之后买入 最后股价持续的上升 而之后的问题呢 我们就要思考下何时止赢了 只有盈利的时候离场 利润才可以落到我们的袋里面 那这里都是固比独特线的最后一环 盈利线的用途 只要不跌穿盈利线 我就一直持有 一旦跌穿 我就只认出败 还是这个股票 首先我们找到一个移动点零 要求这个移动点零的价格 是不再创出新高了 确定了零之后 依然往左边去数 数出三支K线 标示好一二三 而要求这三支K线的最低价 是逐步降低的 也就是二的最低价要少于一的最低价 三的最低价要少于二的最低价 三支K线可以不连续 中间如果有不乏条件的K线 那我们直接跳过就可以了 最后找到这个趋势的临界点 也就是以三毫足的最低价 作为一个基准 滑出一条水平线 如果后续的收市价 收在这个线之下 说明了上升趋势要转回下降趋势 我们就应该只赢出稿 如果股价没有跌穿到这条线 那么交易还可以继续 因为这条线是用回到保住利润的 所以就称为了固比倒数迎离线 我们以一个实际的案例说明 那这里是比亚迪在7月份至8月份的走势图 我们根据了固比的指凝线 去看一下是如何埋在大跌之前 我们找到这里 不创出新高的移动点0 然后往左边去数 那这里就是1 然后最低点是比1低的就是2 所以这里又是3 以3的最低点画出盈利线 股价在8月8日跌穿了固比的盈利线 其实就在这里告诉我们 这个时候你不走何时走啊 所以你看 选择指凝沽出之后 最后股价两个星期的时间下跌了18% 所以大家学习了没有呢 如果出现了这两只基线的高点都是相同的时候 那不创新高的移动点0 应该是A还是B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当中写下你的答案 好了最后我们去谈一下 为什么不是从1开始数 还要去确认回到这个0呢 其实0 首先是确认了一个止跌 并且要出现的是3日的底分形 在固比倒数突破线当中 为了去确保这个成功率 我们一般只采取了最强 和较强的转折意见的底分形 同理 在固比的倒数盈利线当中 要求是最强 或者较强的顶分形 好的 那这里就是属于固比倒数线的3个价格 和2条线的策略 我是小金 相信技术 而不是依靠云气 依靠模型 而不是相信感觉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有点 dobry 有点蜇 可以 有点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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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突准备 那 也不 四